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欢迎收看由呆呆为大家带来的生存战争野人岛第191起 上一次我做了一个烛台和这个女业人准备共进烛光晚餐 可是我扔的肉他居然吃光了 哎这顿烛光晚餐真是过得太惨了 不过我这一次给自己做了一个床 木制的床 然后两边呢放了烛台 在这里睡觉 那可真是太爽了 好的这一次呢我们出去啊 因为我给自己修建了一个飞机舱 专门停飞机的地方 上一次我说了我的战斗机好像没有地方停 然后我就修建了一个 呃这个飞机是在这个上面 OK 上面呢还有一个停机坪 然后呢我们可以驾驶着飞机 走你 好的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着飞机出去了 去看一下 这边有一些坟墓啊 这一次我打开把它给挖了 哈哈哈哈 因为上一次我们说了是不是 是不想挖的 但是我们的雷神之锤耐久度已经快没了 所以呢今天我看看能不能挖到雷神之锤 好的那咱话不多说 直接把这些坟墓啊全部都给它倒了 好的这个坟墓里面好像并没有什么东西 哎这个好像有些经验收了 哇这个坟墓怎么这么多 没了 这个也没有 哦这里有一些经验 哇哇这个是 哇绝了 钻石稿哎 我的天呐 可以可以哇 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太牛了 好的 这么多坟墓全都挖光了啊 一共七个坟墓 好了 没找到雷神之锤 不过找到了一个钻石稿 还算挺不错的 现在我们开着飞机就可以回家了 这一次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飞机停在这个机舱里面 停好飞机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机舱的门口上面是绿色的灯 这个绿色的灯表示我们的机舱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说不能使用的话 我会把它变成红色的 现在呢我们就是开一下啊 现在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仓库的大门给打开了 然后把我们的飞机给停进去 因为每天都会下雨 这样的话会把我的飞机给下坏的 好的 这样我就把我的飞机给停进来了啊 这个飞机的动力还是挺强的 我差点都控制不住了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拉杆 我们来点击一下啊 这个仓库的大门就已经关上了 而且里面的灯已经亮起来了 好的 现在呢我们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啊 然后我们从这里上去 就可以直接从这个通道啊 就可以回家了 OK 然后再把我的这个大门给关上 完美 现在作为一名飞行员 我已经完成了去挖坟墓的任务 然后我们在这里睡一觉啊 好的 我们在这里已经睡觉了 看来明天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去找一下大黄蜂 因为我对大黄蜂有一些期待 现在我们在电视这个侠 Everywhere 但是呢 大家利用到了 应该わか最后 咱们